欢迎收看1月14号的大兴电地方新闻 我是张芳琪 马上带您来掌握今天的新闻重点 新店区长林黄元曾经在新店护证服务多年 再加上本身居住在新店30多年 对于地方大小事了若执掌 新北市消防局第一次救灾救护大队举办消防节庆祝活动 设计各种寓教娱乐的游戏方式宣导防灾观念 流感疫情持续升温 因类流感前往就诊的人数持续攀升 民众千万不要轻呼 新店地震事务所8号行动艺术馆推出秘境西藏摄影展 带领民众一探西藏高原的神秘面纱 假鲜香的邓肃勤利用有机方式栽种甘蔗 并且制作成手工黑糖 今天的走路台湾故事就带您一起来看看 肃勤姐如何透过黑糖展现热爱这片土地的用心 新店区长林黄元虽然才刚接受驱证工作 但几乎没有适应其和磨合其的问题 因为他曾经担任新店护证事务所的主任 在护证服务十多年 而且本身就居住在新店 因此对于地方上大大小小的事情都相当熟悉 也期许自己能为新店区民众创造有感的幸福生活 由瑞芳区长转任新店区长的林黄元 虽然才刚接受新店区证工作 但因为本身是新店在地人 居住在新店三十多年 且先前曾担任过新店护证事务所主任 因此对于在地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凉弱执掌 他表示过去在护证的时候 就与地方上保持相当良好的互动 而这次再次回到了熟悉的环境 除了倍感亲切 也将更积极为乡亲们服务 比如说几条的浅试器 比较容易崩塌的地区 比较容易有落实的地区 我们都会持续来关注来列馆 另外的我们的公墓 像第一公墓的班前 还有那个十四章那边的一个重画 还有我们的安康的那个 到位解交通的问题等等 这些都是我们所关注的 我们会跟那个四五一致的一个团队合作 来解决地方的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 而针对新店区民众非常关切的行政园区的进度 新店区长林黄元指出 目前园区计划已经通过都更 今年各机关会先进行班前 而未来这块园区还包括了国民运动中心的建制 相信将为新店创造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 今年的7月底以前就必须要完成班圈 在最快的时间之内来完成这个都更的工作 这个都更完成了之后行政园区 这边还有一个运动中心 这个对我们的地方来讲 是唯一的宇宙 所以会让市民感觉非常方便 新店区长林黄元表示 陆瓶灯亮水沟通 社区安宁环境整洁 这些看起来像是小事情 但对于地方民众来说就是大大的幸福 所以未来他将以在地人在地心竭尽心力 为新店区民创造一个有感幸福的生活 记者杨邦友成方奇 新店采访报道 为了庆祝1月19号消防节的到来 新北市消防局第四救灾救护大队 日前特别在新店马公公园体育馆 举办了一场大型的宣导活动 除了邀请小朋友最喜爱的卡通台哥哥姐姐来唱跳 另外还设计了许多闯关游戏 让小朋友从游戏当中建立正确的防灾知识 跟着台上卡通台哥哥姐姐的唱跳 幼儿园的小朋友开心的手舞足蹈 为了庆祝1月19号消防节的到来 新北市消防局第四救灾救护大队 13号上午特别在新店马公公园体育馆 举办消防宣导即庆祝活动 除了舞台精彩的表演节目 还规划了十个站点 让小朋友可以透过游戏了解各种防灾知识 让他们从小就知道说我们消防安全的重要 那就有小朋友把这个观念带到家庭里面去 然后认识我们消防的一些消防设备应该如何使用 那这样的话也能够 我们希望能够从小朋友来带领大人 一起来关心我们这个消防安全 在这些站点摊位上都各有不同的主题 像是让小朋友穿上消防衣 当起了小小消防员模样可爱极了 另外户外还有缓降机体验 虽然高度不高但对小小孩来说是一个相当特别的初次尝试 也让小朋友留下了深刻印象 包括我们这个缓降机的设置 还有一些我们灭火器的使用 包括我们下季的这个防疫的一个救生的一个尝试的讲解 而除了消防队自身所设置的摊位 这次还结合了更新医院安康分院来进行戒烟和刷牙的卫教宣导 透过大型的牙刷和牙齿模型道具 让小朋友清楚知道该如何正确刷牙 另外新北市消防局阵风市 则是设计了轮盘飞标游戏 用寓教娱乐的方式建立清廉观念 只要成功闯关就能够获得经验品 深受小朋友的喜爱 整场活动既热闹又欢乐 同时也让防灾观念从小扎根 记者杨榜友张芳琪新店采访报道 最近气温偏低流感疫情更加严重 根据疾管署资料显示 上个礼拜因为类流感就医的人数就高达了7万多人 由于目前公费流感疫苗剩余的数量不多 因此提醒符合施打条件的民众 赶紧前往卫生所或者是合约医疗院所接种疫苗 天气冷嗖嗖 台湾目前已经进入流感疫情的流行期 卫福部疾病管治署就指出 最近三个星期因为类流感症状 而前往急诊门诊就医的病患 人数不断攀升 根据统计流感疫情资料显示 上个星期因为类流感症状而就医的民众 就高达了7万7千人 跟前周相比增加了1万人左右 其中还有三人并发流感重症 而目前社区中流行的病毒 主要是以A型H3N2为主 因此民众如果出现了类流感症状 就要尽早就医 另外H3N2在流感疫苗保护范围内 因此符合公费流感疫苗 施打条件的民众 应尽快接种疫苗 此外民众平常也要勤洗手 注意呼吸到卫生 尽量避免输入人潮拥挤 空气不流通的公共场所 如出现的发烧 咳嗽等类流感症状 要戴上口罩赶紧就医 并且在家休息 记者成品 咱们齐新店采广报导 新店地震15所8号行动艺术馆 即日起到3月30号 展出秘境西藏摄影展 共有30多幅 作者李承珍先生 多年前移居西藏 因为本身喜爱摄影 因此持续用相机 记录下当地的风景名胜 以及人文风情 当中不乏珍贵难得的画面 希望借此让民众能够一窥西藏 这个有着神秘色彩的地方 西藏一直是人们心目中 带着神秘色彩的高原圣地 出生在台湾的摄影师李承珍 在2005年已居西藏 并且在这片高原冒险闯荡多年 她深入寻访一般人 难以发掘的壮丽风光与历史风情 并且透过了相机 记录下许多珍贵影像 目前这些摄影作品 正在新店地震15所8号行动艺术馆展出 我们西藏有很深的各种各样的人文元素 然后它还有大家喜欢的大山大水 然后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我跟那边很有缘分 所以说在各种不同的状况下 我都会往那边走 所以OK那就顺着缘分走 那就会在那边 同时也很希望把那里的 这么精彩的东西能够带给大家 李晨晨这次所展出的30多幅摄影作品 除了西藏著名的布达拉宫等建筑 更有许多人文故事 它的作品带有浓厚的个人印记 独特又敏锐的摄影风格 仿佛一部旅游史 包括我们藏北 藏南 前藏 后藏 还有我们的康巴藏区 然后中间元素的取向 包括了我们风景 人文 历史 还有不同的季节 我们都放进去 像是这幅朝圣者意外捕捉到最真实的神情 深刻触动人心 在拍摄跟朝圣互相影响的过程中 我们很难去抓到他真正的心理状态 那我们这幅朝圣者是 我们在尽量不干扰他们的状况之下 去抓到他们心中那股喜悦 新电地震事务所主任黄美娟表示 新电地震不仅提供各界 艺文人士展出创作的空间 也期望借此营造优质的洽工环境 让民众能够放慢生活步调 欣赏各式各样的创作 记者成品正门期 新电采访报导 广告后是走路台湾故事的专题报导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现在大兴电宽评让你上网没负担 学生光纤上网专案 限时限量120枚 每月只要879元 四大贴心优惠 让你的担心通通不用钱 大兴电宽评帮你省更多 为您带来最新消息 大兴电宽评200枚光纤上网 正式推出 每月只要999元 伸张成功之后 再享六大豪礼 让我们一起超越极限 再创新时代 编网专线2917 3939 就一点点看思维不足道 却能让他们坚强地活下去 全台有许多经济弱势家庭 需要你的救助 一个小小付出 就是他们生命中大大的希望 新冠战19195银行 老叔帮送到每个需要帮助的角落 这几年有机农业相当热门 吸引很多人投入这种善待土地的农法 不过在甲仙务农一辈子的邓肃勤 他投入有机农业的动机却很简单 就只是听广播觉得做有机很好 所以就开始做了 他最有名的有机产品 就是香醇浓郁的手工黑糖 尽管曾经受到八八风灾的打击 不过邓肃勤重新站了起来 继续来做他认为应该要做的事 这些长得比人还高的甘蔗 全都是眼前这个头有点娇小 皮肤有机的素琴姐所栽种出来的 而这片甘蔗园 可是素琴姐多次去请教台糖 才成功种得出 都在台南那些都是台糖的浪店 在那些企丁间那些都是台糖的感情 那去做台糖的蒸 就蒸到柠檬那些 我说乞丑在吃的那些枯 蒸的枯 来就有蒸了 我们就蒸的枯 就开始做 素琴姐先生用机器刚炸出来的甘蔗汁 放到大锅里 锅底下熊熊烈火燃烧着 不一会儿沸腾的甘蔗汁就在锅里不停翻滚 素琴姐又拿起细网不停捞着浮泡 这样的工作持续到夜晚不曾停歇 而素琴姐的黑糖就这样慢慢成型 文素琴姐为什么想做黑糖 她说是看了亲戚在做 想说自己也来试试看 我们就在用这种感觉 我认试我认试 我认试我认试 我认试我认试我认试 我就跟高音先生说 你们大姐已经七八十回 每当的资料汁给我们吃 我就想说 我们自己有差 我们自己来做 家住在无礼浦山上 六十多岁的素琴姐 和先生两个人一起务农 几年前从收音机里 收听到人家在介绍 自然农把 觉得有兴趣想要试试看 就这样素琴姐成为了 有机耕种的一份子 最后一会听到 是在我先用的 但是 我虽然没做 怎样有机 不过如果我用 我也知道 我也知道 我没有用 让我真的 有着淳朴笑容的素琴姐 为了款待我们 这天还边接受访问 边忙着搓爱玉 山上的生活很简单 生活物质虽然不丰富 但精神方面却相当有收获 尤其加入有机行列之后 更结识到许多有职一同的朋友 他就是我的贵人 他 我两个 好像一家人 不不分辨 我没有办法 他都会跟我过 就是因为有这些伙伴的 相互切磋扶持 素琴姐和她先生 两个人的有机路 一路走来还颇为顺遂 自己的手工K糖 也在有机小农市集中 闯出一片天 就在做出好口碑 一切都开始要上轨道的时候 一场莫拉克风灾 却把素琴姐给打入无比的深渊 除了熟悉的邻居罹难 素琴姐这几年辛苦下来的农作物 也损失惨重 每个月就是 人来说这些事情 就是在练蜜蜜 如果去到处的人 说人会问人 总是我们在这里 有了解 许多了解这些事情 如果你说这些事情 就是在练蜜蜜蜜 练到没有那些蜜蜜 你做的就没有蜜蜜 没有蜜蜜 没什么 没有蜜蜜蜜蜜蜜 蜜蜜蜜蜜蜜蜜蜜 在晚上就是在纸蜜蜜 你看不出 看不上去 想起那段日子 全靠第二个儿子寄錢回家 素琴姐就觉得很对不起他 不过也因为儿子的心意 素琴姐和先生两个人 又重新站了起來 振作起來的素晴姐 有歸復往日從早忙到晚的生活 不過災後山上的交通柔場寸斷 如何將農產品運送到山下 也成了課題 素晴姐為了不讓小農市集的主顧客失望 要在市集的前一天就坐著公車下山 走過八八風災 素晴姐的人生又多了一種歷練 經過兩年多來的努力 山區重建之路已經平穩有序 而素晴姐的有機這堂 也因為堅持好品質引起許多人的注目 不僅有許多人支持 更有法式餐廳業者 使用她的有機黑糖入菜做成甜點 讓大家更有機會去品嘗 來自無離譜的有機這堂滋味 臉上同樣露出質樸笑容 素晴姐在出席記者會上 笑得很開心 對於大家很肯定她的黑糖 她覺得感覺真的很好 一切的堅持有了最美好的回饋 這個記者告訴我 素晴姐妳不知道 妳的糖果肉很好吃 應該肉皮也很好吃 我們肉皮也很好吃 肉皮也很好吃 她這樣說 她說妳如果拿來我吃看看 我如果知道多好吃 鷹魚雞轟轟轟響想 在搬過土的田地上 畫出一條又一條的脈絡 雖然歷經巴巴風災 素晴姐就像一般農民 生活在無離府 有著最質樸堅韌的天性 看著老天爺的臉色做事 但不同於一般農民的 是素晴姐同時也散發著 力量龐大的有機農業推動力 堅持且默默地善待這塊土地 接著來看 博貝奧哪些地方上的活動訊息 歡迎2015新年快樂 大新店光鮮上網 企劃六大超值好康 挑戰市場最優惠 200倍光鮮上網 每月只要999元 盛裝成功即贈送超商禮券2000元 或是3D偶動漫電影奇人密碼 12寸細偶好理二選一 活動詳情請洽2917 3939 大新店數位電視HD99高畫質套餐 每月只要99元 20多個高畫質頻道任你看 截日起 年腳就送福太郎碳素電暖器 或奇人密碼吉姆公仔 或鍋寶不鏽鋼湯鍋等好理三選一 詳情請洽2917 3939 新北市政府提醒防範液氧化碳中毒 天能使用瓦茲熱水器 應保持室內空氣流通 以優先考量安裝屋外 如裝室內者 應換裝為強制排氣型熱水器 安全才有保障 2015新北市平溪天燈節 將在2月登場 三場活動時間分別為 2月22號在青銅國小 2月27號在平溪國中 以及3月5號在十分廣場辦理 歡迎民眾一起到平溪 參與今年最浪漫的天燈饗宴 人安基金會2月12號 將舉辦第25屆韓式吃飽三食 韓式皆有獨居長輩 即戴拉丹媽尾牙 敬請各界支持 任桌或擔任義工 翔翔愛心專線28361600公關組 新聞最後是抗掌專區 一起來看有哪些特惠商品 以上所有的新聞內容都會刊登在大興店有線電視的網站上 歡迎您上網點閱 感謝您今天的收看 我是張芳琪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會 感謝您 確認